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项系列调查是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怀莫婷和他们的美中两国同事共同完成的 受访者是中国各地的数万民众 报道说几十年来中国民众普遍的乐观情绪和许多人认为的 失败就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的观念 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将自己经济状况上的不如意 归咎于从根本上就不公平的体制 人们担心体制不变的话 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将停滞不前 罗斯高和淮莫婷在报告中说 调查结果暂时没有显示中国的社会火山有喷发的迹象 但结果确实表明中共领导层的合法性开始动摇 也就是说中共与中国民众之间长期以来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 中国失业率持续攀升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处境艰难 有些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 还有一些人面临毕业级失业的困境 甚至懇老依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活 中国失业青年还催生出一个新世代阶级 烂尾娃 路透社报道说烂尾娃成为今年中国社交媒体的网络流行语 他借用2021年以来中国出现的数千万栋未完工就停摆的烂尾娃现象 形容许多中国青年虽然有大学学历 却无法找到工作 其人生就像烂尾娃一样被迫停摆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见闻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以往被称作铁饭碗的银行业正在陷入减薪和裁员的困境 最近多家银行发布财报 其中有4家银行上半年裁员人数超过4000人 截至8月20号 包括南京银行、平安银行、普发银行、上海农商银行 等多家上市银行发布的上半年裁报显示 多家银行不仅营收下滑 更在进行减薪和裁员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统计数据 南京银行、平安银行、普发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4家银行 上半年裁员人数高达4116人 这4家银行中平安银行裁员人数最多 该行最新员工总数为40830人 而去年年底人数为43,119人 其中有2,289人丢掉饭丸 裁员比例为5.6% 第二个原因也是由于中国银行的管理模式 比较官僚体系导致中国的银行 盈利能力、矿风险能力 整个管理系统都比较混乱的 现在经济下行了 这些过去的矛盾就非常突出 而这些领导不愿意失去职务和降薪 那只能从下面的工作人员那里开刀 普发银行上半年裁员1,663人 员工人数从年初的60706人 减少到年终的59,043人 总体的裁员比例约2.7% 最近一年该行员工费用 从137.29亿元人民币 下降至136.40亿元 首先就是中国的经济环境 跟市场需求的变化了 那也就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那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那银行的不良资产就逐渐增长 也就是说银行借给企业的部分 企业没有办法生产 没有办法赚到钱 所以企业贷款需求就开始下降 那需求下降 银行的利润空间就被压缩 因此许多银行不得不 透过财源来降低成本 来应对这个盈利的压力 早前7月 中国四大国有股份制 商业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 也曾传出匠心的消息 大陆媒体引述建行相关人士透露 该行正在全面推进薪酬调整 不仅覆盖总行职能部门 还延伸至集团旗下的各子公司 总行人员的平均薪酬降幅略超10% 那换言之随着未来可能这个所谓的数位化 数字化的转型 以及就是我们看到金融业的内卷情况 可能这个财源的情形 我们目前只不过看到的还是风暴的前沿 换言之未来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财源情况 也许会发生 以前金融业被称为金饭丸铁饭丸 随着中国经济衰退 越来越多银行破产倒闭或是合并重组 中共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中国至少有50家中小银行解散 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中小银行 对于一般老百姓生活来说影响非常巨大 因为往往这些银行的破产代表了这些广大储付 可能就是过去几十年的储蓄都血本无归 对于外资来说他们更加会担心 因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 对于整个投资环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据中共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7月25号 已有近1500家银行分支机构关门 因为大量的中小银行结散 它可能就会引起局部的金融风险 那特别是在农村跟县这一层级的经济中 它占有重要地位的银行 那换言之就是说 如果在地方银行出现问题 它可能会造成某种的蔓延情况 2023年和2022年的中国商业银行网点 已分别关停了2756家 即2383家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堪培拉分校的大部分国际学生来自中国 由于该学校一直是给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军官和士官生提供学术教育 由于这是澳洲未来国防军领导人的训练基地 澳洲国防军学院决定采取措施 限制该学校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合作 目前正值澳洲与中国的军事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8月21日报道 澳洲国防学院采取措施 限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合作 澳大利亚国防军未来领导人的求学之地 新南维尔士大学一直是给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军官和士官生提供学术教育的学校 并为国防文职人员和其他学生提供研究生课程 新南维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提供的几门研究生课程 与澳洲国防军有关 包括爆炸物学硕士 这项课程面向在澳洲新导引武器和爆炸物单位工作的国防人员 报道说 校方已经通知员工 涉及中国大学相关联学者的合作研究计划将不受支持 这个精英鲁获获的这些策略 这对澳洲来讲这个是国防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容易的可能形成的漏洞 所以这一次的公开化 这个拒绝中国的这些学者的国防学院的这些访问交流 那就代表澳洲政府已经是采取的前面 防堵中国各种情报窃密的可能的管道 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 澳洲政府对华政策早已经转向 现在只是进一步的限缩 主要原因是对于中共这种透过学术渗透的方法 来窃取一些军事技术或者是思想进行防堵 其实在2020年也就是四年前左右 澳洲就已经有提出中共透过海洋研究 窃取澳洲的一些水下机密资料 还有科学的合作窃取澳洲的雷达技术等等的这种事实 所以当时是先就特定项目禁止与中共合作 那么现在就进一步的扩大了 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表示 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去年在美国公布核潜艇计划 澳洲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主要停靠基地 澳洲现在所扮演的这个区域上的角色 等于是美国及其盟邦最重要的一个军事训练重镇 同时也是未来这个武器装备 还有这个核子攻击潜舰重要的注定 所以相关多的这些国防机密文件军工或者是武器装备 会让澳洲在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地位大幅的提升 那这个也就势必成为中国它窃取相关美国跟这个在印太地区 重要的这些军事训练或者是武器装备 或者是未来的对中国的这一些军力部署 因家避争之地 影子内政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对校方的决定表示欢迎 并呼吁新南维尔士大学应该彻底清除 所有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学者 随着中共也透过网络电子设备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 各国纷纷采取行动防范 各国持续针对中共间谍活动提出警告 为什么民主国家纷纷放弃采用法委补击系统 主要还是中国透过这一些网络系统去进行签密的 还有可能进行的相关的后门城市的设置 让中国它能够掌握其他国家 尤其是南太岛国 现在是地理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 它藉由这一些通信设施去进行重要国家的这一些签密 进而进一步的去影响南太平洋岛国内的这一些 相关的重大的选举或者是支持倾向 早在2019年澳洲学者就提出警告 不能再轻视中共对澳洲的渗透 中共已经渗透军事文化经济等许多领域 尤其在大学院校以学术交流及洋装学习等方式窃取高科技 再带回中国与他国 用于监控公民及迫害人权 就是所谓的国外采花中国酿蜜 美国飞天学院学生家长表示 庆庆又感恩 创立于北美的飞天艺术学院 为学生提供卓越的高等教育 培养学生对古典美德的欣赏 2013年一对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母女 选择了飞天艺术学院 女儿不仅得到了顶级的中国古典舞的专业训练 还培养了高尚的道德品质 看到女儿的成长 母亲对当初的这个选择感到既庆幸又感恩 2013年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 修炼法轮功的吕士宇 带着13岁的女儿横光子逃亡美国 她的丈夫则仍然在中国东躲西藏 避免被中共警察抓进监狱 一家三口从此远隔重阳 无法再聚首 在美国 母女男友机会观看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吕士宇被纯善纯美的演出打动 有了让孩子加入艺术团的向往 神韵艺术团是全球顶级中国古典舞与传统音乐艺术团 不仅以古典艺术的方式复兴和弘扬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 也在演出中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吕士宇希望女儿可以参与其中 解救包括她爸爸在内的中国大陆受迫害的同修 当年恰逢直接为神韵艺术团 培养人才的飞天艺术学院招生 韩光子幸运地通过了考试被学校录取 这是北美第一所提供传统音乐、美术 与中国古典舞系统训练的艺术大学 招生条件非常高 全免费的呀 不仅不收学费 而且食宿费也都不收 还发服装 对 还发服装 就全免费的 所以其实我非常幸运 我这么低的收入 而且我岁数大了四十多岁到美国 这个学语言也很费劲 就是根本不可能能培养孩子搞艺术 而我就是这种收入还能培养孩子去搞艺术 而且能进这么世界知名的那个艺术团体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也非常感恩 将14岁的女儿送进这所全日制寄宿学校学习 吕士宇没有丝毫担忧 他们是按照真善忍来践行的 来规范他们的一切言行 在生活中做生活的指导的 所以这样的人都是好人中的好人 所以把孩子交给他们我非常放心 放一百个心 飞天艺术学院不仅培养学生的高超艺术专业技能 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品德修养和精神修为 入学不久 吕士宇就感到了女儿的变化 甚至是几个星期之后 就是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对我非常的有礼貌 然后很听话 也就是好像素质提高了一个层次 就孩子像变了一个孩子一样 她学习成绩挺好的 我记得SAT还考了挺高的分呢 同时 韩光子还有了跟母亲一样的愿望 希望能够尽早参与神韵演出 救人反迫害 2015年 她终于获得了进入神韵艺术团实习的资格 作为见习演员 跟随神韵巡回演出 在世界知名剧院的舞台上表演 实现了自己和母亲的夙愿 2023年 韩光子从舞台上退役 转到幕后工作 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参与神韵演出 11年过去 当年叛逆的小丫头 已经长成了一名成熟的法轮大法弟子 2024年4月 韩光子在中国的父亲第五次被中共警察绑架 关进了看守所 看到女儿的成长 吕士宇既欣慰又感恩 飞天的老师们 神韵的前辈们 把我的女儿教养得这么好 为她的今后一生的生活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非常感谢神韵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广西青年作家邓丽婷 8月19号在台湾桃园机场跳击 并与家人一起向台湾移民署寻求庇护 邓丽婷表示 由于她在中国的维权活动 她的案件被广西警方视为重案 并表示如果被遣返回国 她将面临至少7年的监禁 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湖南诸州维权人士胡彪峰 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6个月 并将于9月16号刑满出狱 她的妻子费欢欢正在被居住地派出所逼迁 駐州贺家土派出所警察多次找她谈话 让她和孩子们搬走 最近还反复找房东施压 天津媒权人士证监会 因儿子遭校园霸凌 从1999年开始维权 案件经反复申诉 2006年在中共最高法立案 认定原判决依据的鉴定有误 但案卷在最高法档案室被隐匿 被篡改 被销毁 今年8月19号 证监会再次到最高法院维权 在最高法门前喊院长张军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彻查此案 但她立即被扣押 之后移交给北京警察 江苏淮安维权人士王莫 7月份因前往杭州找工作 被当地国保带回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监视居住 8月18号 王莫发消息说 她已经被释放回到了淮安区葛老庄家中 随着厄瓜多尔暂停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中国的走线客急忙另辟蹊径 伯里维亚成为他们的新跳板 评论人士指出 不管是怎样的路线和难度 都难以阻挡中国的走线大潮 6月中旬 厄瓜多尔宣布暂停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以遏制中国非法移民以该国为跳板走线他国 这一新措施让中国的走线客们备受打击 但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新跳板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有些中国走线客试图从更为遥远的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开始陆路旅程 因为波国仍开放中国公民落地间 此前想要接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民众 使厄瓜多尔为重要中转站 他们经由全球各地前往厄瓜多尔 在冒险由陆路、经哥伦比亚及巴拿马等 中美洲国家潜入墨西哥 再经美墨边界进入美国 而玻利维亚位于厄瓜多尔南部 两国中间隔着秘路 从拉巴斯到墨西哥 近临美国加州边界的蒂华纳 路途长达7000英里 且中途要过9个边界口岸 据报道 未免引起中共海关注意 多数走线客都会先飞往非洲或欧洲的第三国 再转往波利维亚 不过波利维亚的走线 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 一名在开罗和伊斯坦堡担任走线仲介的帕克表示 走线变得越来越不顺利了 在7月的第1、2周 他协助了20多名中国走线客抵达拉巴斯 但第三周 当帕克试图将10名中国走线客 从开罗送往拉巴斯时 其中8人未被允许登机 剩下登机的两人在抵达拉巴斯后也被遣返 原因都是波利维亚方面质疑 他们的饭店预定单无效 在厄瓜多尔宣布暂停中国公民免签后 在专攻有意走线者交流的网络聊天室内 一些人提出从对中国公民免签的苏利南进入美国 但需要穿过盖亚纳和委内瑞拉才能到达哥伦比亚 属于危险旅程 还有人甚至尝试从古巴搭船偷渡进入美国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两种方式都是异想天开 洛杉矶法律工作者郑存柱表示 不管是把波利维亚当成新跳板还是其他路线 最终都只是增加了走线的成本和难度 但都无法阻挡中国人的走线潮 一名曾协助中国民众接洽走线适宜的人士 向中央社表示 在厄瓜多尔集合后冒险长途跋涉 算是中低阶的走线方式 还有其他花费更高的方式 他感叹 如果不是形势所逼 谁会大老远绕大半个地球 从拉丁美洲冒险走线到美国 包括房地产崩盘 包括地方的土地财政的终结 所以中国的经济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 同时再加上习近平采取了走文革的 要搞文革2.0 给言论的控制 给这个异议人士的打压力度的增加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为了追求民主自由 或者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或者是为了子女的未来的存产 他们都会走向选择走线来到美国 郑存柱说 未来加入到走线潮 奔赴美国的中国人会不减反增 因为在美国这个法治社会 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机会 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如果中共解体 中国能像美国一样成为法治社会 就不会有这么多中国同胞逃亡了 中国民众表示 从小就被迫加入了中共组织 现在认识到共产党 无神论是反天地的 声明退出 来看他的声明精选 香苏的燕燕等三人说 从入小学我们就要带红领巾 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生活的都很卑微 也不敢去反抗什么 老师说什么就去做什么 没有想到这居然代表着红色恶魔的标志 我们坚决退出少先队 不与魔鬼为伍 河北石家庄的姚福禄说 我来自河北石家庄 共产党宣传的都是假大空 我听人说 做人不能随便乱发誓 特别是把生命献出去这类的话 不能随便乱说 共产党无神论是反天地的 不能为他陪葬 我是经历文革时代的 中共很多东西乱搞的 法轮功全世界都有 就中共不允许 中共不是异类吗 自己宣的事是要还愿的 我愿意把誓言作废退出来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庆文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